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葱坎天下,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要复昆了,谢霆锋被传夜宿张伯之家,王菲要单身了 谢霆锋作为新二代,从小就在聚光灯下长大 进入娱乐圈虽然曾经遭遇过抵制 但后来也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和天赋 俘获万千粉丝的芳心 这一路走来,他都在努力地证明自己 但可惜的是,他所有的音乐和影视作品啊 在丰富的感情史面前都是小屋见大屋 在谢霆锋一生中,有两个对他非常重要的女人 一个是张伯之,另一个是王菲 张伯之和谢霆锋的婚姻从来不缺话题谈 从恋爱结婚再到离婚一直都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他们因为合作老夫子而相识 在经历了分分合合之后 2005年因为携手拍摄无极再度重逢 两个顶流偶像兜兜转转,最终走在了一起 成了当年的重磅话题,谢霆锋曾求婚张伯之 当时没有任何亲友到场,全程都是两个人的浪漫 在张伯之的眼神里满是感动 婚后两人依然很幸福 张伯之更是为谢霆锋生下了两个儿子 不过他们的这场婚姻仅仅维持了六年就结束了 在2012年呢,他们对外宣布因为性格不合 所以选择离婚 经历了短暂的幸福 现如今呢,他们二人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在他们离婚后啊,谢霆锋转身就和王菲走在了一起 而张伯之成了一名单亲妈妈 独自一个人照顾两个儿子 对于外界来说,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张伯之能够和谢霆锋复合的 而且自从他们二人离婚后呢 谢霆锋一直都被网友们责骂 不是一位好父亲 对别人的孩子很好 对自己的儿子却不管不顾 不过据说在张伯之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啊 谢霆锋连夜坐飞机赶了过去 并且在儿子生日当天,谢霆锋还留宿在张伯之家中 这让很多人觉得谢霆锋和张伯之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缓和 其实虽然谢霆锋和张伯之离婚了 但是因为儿子的关系啊 所以他们两人呢并没有断绝来往 早前还有网友透露 张伯之和谢霆锋将联手为他们的儿子去娱乐圈铺路 这一点也让很多人觉得谢霆锋和张伯之是要有符合的打算 其实在前段时间谢霆锋就在媒体面前说自己不会结婚的 而谢霆锋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肯定会为自己所说的话而负责 而且谢霆锋的父亲谢霆也一直期盼着张伯之能够重回谢霆锋大门 谢霆呢也不止一次的在媒体面前说过呀 谢霆锋只有一个儿媳就是张伯之 由此可见谢霆还是非常满意张伯之这个儿媳的 不管两人到最后会不会符合 都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财 最后如果你是谢霆锋 你会选择张伯之还是王菲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你们的想法 本期的视频当日就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